5月5日 Valivista山谷街景垃圾回收处理公司 在洛杉矶柔斯密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入驻华人区 新闻发布会由南加州知名律师邓宏主持 自去年1月起 加州启动的SB1383法案 导致民众需要支付更高额的垃圾处理费 为此Valivista公司总裁承诺 免费为服务区域的美户居民提供有机物回收筒 促使民众适应新法之外 也承诺在通膨环境下 不会随意上涨垃圾处理费 价格甚至会比同行更低 我认为是在洛杉矶柔斯密城市 我们期待到明星期 希望能够赌入这条线 能够赌入洛杉矶柔斯密城市 在年后来 据介绍 Valivista山谷街景垃圾回收处理公司 是一家百年家族企业 目前服务范围涵盖核桃市 工业市和钻石坝等多个华人地区 为深耕华人社区 该公司推出中门服务 从垃圾处理程序 到垃圾处理与回收问题 都能帮华裔民众解决 有竞争才能够比价 才能够有好的服务 所以这部分的话 现在今天我很荣幸的话 跟这个Valivista公司的总裁 David Perez 介绍他到我们社区来 我们也希望他连的价格 还有优质的服务 能够服务跟我们Rosemid 还有Saint-Gabriel西区 目前垃圾处理企业 大多由上市公司所垄断 会让其股民受益 加上通膨影响 可能出现调涨垃圾费价格 山谷接近垃圾回收处理公司 坚持以居民利益为先 垃圾处理费价格 比起其他公司平均费用 低于10%至15%以上 相当具有竞争力 我信作为这个Valivista的 客户的代表来发言 那我们的公司也是在哈三大海 也是他们的服务区域 我认为他们不管是 从价格的竞争力到服务 都非常的优质 那如果我们有大型的垃圾 要扔的时候 只要在网上填表 第二天就会有客户联络我们 然后马上就可以收走 那我们在垃圾的投放方面 从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价格方面 它也是比我之前住的城市 价格要低25%到30% Valivista公司以低廉价格 和优质服务东区的同时 目前正在积极拓展服务范围 将持续往盛代博 柔思密等地区争取服务机会 希望能够使当地社区华人 都能享受到便捷 且低廉的环保垃圾回收处理服务 全美电视台记者柔思密室采访报道